小编在某网站看到一位网友的帖子 说自己是周深2021年的新粉 不入粉圈只听歌看舞台表演的那种 他觉得周深唱歌非常好听 人也很有趣 为了挖周深的矿还专门注册了某站 但他却被周深粉丝骂了 原因是 他看到消息说周深生日那天有活动 所以就去某站发了一条评论 929那天可能深深直播不了了 某商家把这一天变成了工作日了 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堆粉丝骂他 有私信骂他 又直接回复骂的 还有网友歧视他是二级号 被各种怀疑是带节奏 怀疑是黑粉 被扣了一大堆罪名 这名粉丝被这阵仗吓到了 他说 作为新粉 他压根不了解粉圈文化 也没见过这样的阵仗 太吓人了 请注意 小编这里把骂人的粉丝加了双引号 因为小编不认为这些是真的粉丝 小编勉强算是一个资深生米 也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关于周深的评价 有很多好的 自然也有一些不喜欢的评价 但大家都是单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 不做过多的负面平面 更不会为黑而黑 小编觉得周深是美好又强大 温柔而坚定 年纪轻轻 通透豁达 如果你们不相信 欢迎考古 有位网友说 周深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境况不顺 恋爱七年零结婚被毁婚 工作辞职 身体抱恙 在这暗淡绝望的生活里 周深像一束光照了进来 所以我在努力向前走了 小编在网上看到太多这种正面的积极的言论了 相信这也是很多粉丝喜欢周深的原因 他能让人相信并看到生活的美好 有一位粉丝说 入坑的时候只是单纯喜欢听歌 后来发现周深人品蛮不错 挺有趣 想粉他给他做点贡献 后来发现他在唱歌的路途中越走越快 跨年四个舞台 中秋四个舞台 发歌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努力地唱歌不乱作妖 希望他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是的 周深很惊艳 他在努力地唱歌 认真的唱歌 他珍视每一个唱歌的机会 重视每一个表演的舞台 他从不作妖 更是常规劝自己的粉丝 要理智 要冷静 所以小编更想说 面对这样的周深 作为他的粉丝 请保持基本的理智和尊重 无论面对周深 还是面对网友 对周深的评论 无论这个评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都请保持理智和尊重 周深美好强大 率真睿智 低谷时明心见性 当红时不经不乏 为歌而生 和光同臣 越了解周深 就会越佩服 在我眼里 他是又红又专业 且敬业的歌手 也是抚慰人心的天使 每天听周深唱歌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作为粉丝 我们眼中的周深 是最好的 甚至是完美的 但人怎么可能有完美的 更不可能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 这就导致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也有人是中立的 对他的评价自然就会有夸赞的 有中立的 也有一些批评的 甚至可能有一些谩骂的 但作为生命 我们需要的是理智冷静地看待这一切 当然面对黑粉 我们也没有必要客气 我想和那位被骂的粉丝一起呼吁一下 如果你爱他 请理智爱他 如果你不爱他 请学会尊重他 同时请理智和冷静地对待网友的评价 不要让自己的不冷静和过激行为 给周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请理智的订阅